乌克兰消防在已经断壁残垣的顶楼持续贯救 就怕火苗再延烧 整栋歌剧院会被破坏 俄军空袭后就连前面广场到处都是瓦砾碎片 不少车子都受到波及 这里是乌克兰北部古城切尔尼哥夫 处处都是历史建筑 这次却成了俄罗斯空行目标 还造成上百人死伤 民众心有余悸 几乎整个切尔尼哥夫市中心被一枚俄军飞弹击中 好几家店家门口全会接上景象满目窗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骂 又是俄罗斯一次卑鄙攻击 瑞典总理特别表达哀悼 尤其泽伦斯基这回人就在现场 泽伦斯基除了和瑞典总理见面 也拜会瑞典王室 特地感谢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钦 车子一到达目的地 曾被卷入瓦格纳军边的俄国陆军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还亲自迎接 根据俄罗斯媒体 这里是距离乌克兰边境 只有大约100公里的城市 顿河畔罗斯托夫 负责乌俄战事的俄罗斯南部 军区司令部就在此地 而普钦这个时间点清零 不仅让人猜测 俄国战况是否又更加不顺利 具体新闻总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